不過你會發現 你要剛好停在15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有沒有 他有時候會過頭 有時候要過來 有沒有太多太少 那你剛好15 這個可以練那個 練那個滑鼠的力 過頭了 這非常不好 所以怎麼辦 按右鍵 藍寬 輸入15這樣比較快 OK 再來游標放在這上面 按右鍵 記得是只有這個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自動換列 這樣就自動換列了 OK 所以剛剛如果說 你剛剛選的 都記得選這個儲存個格 再來的話 把這三個 成交最高最低的 選起來之後 按支挑圖 把最後的結果 這三個已經選好 就跑到這邊來了 所以已經選好了之後 他就會幫我把 這三個的資料 範圍放在這邊 那我要把這個指向哪裡 指向這一個 所以記得 儲標放這裡之後 點一下這邊一下 它就過來了 按確定 它就把直條圖放到這邊來 但是呢 題目要什麼 第一點 也就是第一點 為什麼第一點 第一點指的是說 成交的這個 顏色跟其他不同 第二的話呢 它的顏色 要是也是彩色的 所以記得彩色在哪裡呢 最像彩色那個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最下面這個 走勢圖樣式 彩色一 這個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向下填滿 好 填滿之後的話呢 就完成了 這個成交與最高最低比較 所以這兩個做完之後 再來就張數 那張數什麼意思 就是說 張數的部分 我直接看數字 不太清楚 但是你直接看圖會比較清楚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在圖 在那個 數字上面呢 變成圖 第一個呢 一樣 題目裡面我看一下 題目裡面 它做什麼 第四 張數欄位 K2到K65 它有跟我們講說 原來是要在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做一個什麼 橘色的資料橫條 而且要是什麼 漸層填滿 它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邊的話呢 在哪裡 記得1 把K2到K65 按SHIFT 點一下 這個範圍選起來 OK 好 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有沒有叫資料橫 橫條的 有在這裡 然後要什麼 要橘色的 哪一個是橘色呢 漸層填滿 橘色的是這個 所以你找到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是 資料 設定格式化條件 一定在長右面板裡面 然後 資料橫條 漸層的 就這個 所以你就把它點擊下去之後就OK了 選好之後 選這個 那你會發現 以後如果張數多的 它就馬上顯示出來 你會發現 張數多的 最多應該是這個 一看一目瞭然 所以用數字 有時候沒辦法 馬上可以呈現出 這個相對關係 但是如果說你給它一個設定格式化條 馬上就一清二除 好 第四題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是第五跟第六 其實蠻簡單的 第一個的話 把那個 最上面那個 A1到M1的範圍 列高變成 35 那列高怎麼設定 前面講過 顏色的話 變成白色 填滿藍色 所以三個動作就完成了 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設定列高 列高怎麼設定 選這一列 按右鍵 列高 35 Enter 列高設定完 第二的話 把A1一直到M1 選起來 把它的字的顏色 改為白色的 就這個 OK 字的顏色變白 不過字的顏色變白之後 你會發現 你也看不到 因為字變白了 底色也是白 但是看不到 所以怎麼樣 把底色 改成藍色 那哪一個是藍色呢 這個是淺藍 藍色是這個 OK 點下去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剛第五個動作 應該是第五小題 OK 第五題 第六題的話 A1到M65 剛剛 跟剛剛一樣 就是那個 內框線 設為最初 細線 外框線 次出實線 所以 動作跟剛剛 一模一樣 剛剛不是有做過一次嗎 記得A1 一直選 選到M65 按SHIFT鍵 做什麼呢 框線 先選 所有框線 這樣全部呢 就會是 所有框線 都是細線 外框線 要變成什麼 粗框線 所以再點一下 粗外框線 就可以了 最後的話呢 你可以在檔案裡面 的列印 看一下 印出來 因為我們這 預設印表機是黑白 所以看起來是黑白 但如果你是 彩色印表機的話 看起來也會比較清楚 不過你會發現喔 旁邊的東西沒顯示 所以一樣喔 如果像剛剛有同學問到 你可以版面配置裡面 將來要列印的話 你可以 把它調整在一頁裡面 那它會怎麼樣 預展列印 它會向右變窄一點點 可是全部就擠進來了 如果全部擠進來 太擁擠 你可以變成橫向的 那把它調整之後的話 印出去 如果你有彩色印表機的話 印出來 就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列印部分的話是額外的 所以喔 我是建議如果說 你要了解一下 將來印出來的大概結果的話 最好以後 將來有需要列印資料的時候 可以自己再利用那個 版面配置裡面 去把它稍微設定一下 以後印出來 就會是你要的結果 試一下 110